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這個 蛋糕濾杯 蛋糕濾杯這個系統可能台灣是沒有那麼的紅 但其實蛋糕濾杯是一個很好的濾杯 尤其它的流速 它的均勻度 真的是各家濾杯裡面算是很出色的一個存在 只是說一般台灣我們好像比較喜歡用錐形濾杯 尤其我們可能最近比較追求就是錐形濾杯的快流速 好像覺得要快才會香氣比較足 酸香比較足 但事實上來說喝咖啡很重要的均勻度也是一個指標 所以有時候我們除了玩流速比較快的錐形濾杯之外 偶爾玩一下T型濾杯跟蛋糕濾杯 或是波浪濾杯 學名叫波浪濾杯 其實可以對我們的某一些風味的掌握度可以拉高 就是可以做一些中段 甜度的部分 還有Body的部分 做一下均勻的 這種濾杯流速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其實我們的思考邏輯就可以 稍微跟錐形濾杯不一樣 可以顛倒過來 譬如說我們做蛋糕濾杯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以甜度為主要的萃取的目標 然後補一點果酸 補一點點Body 用這樣的方法去堆一點你的蛋糕濾杯的話 其實它的表現可能會比你的錐形濾杯來的甜上很多 那這個思考邏輯其實是非常的棒的 而且在蛋糕濾杯的衝法上面很簡單 只要你邏輯弄懂的話 其實這個是很簡單的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其實就是要做甜甜的蛋糕濾杯 也為了讓有一些對蛋糕濾杯比較不了解的人 沒有玩過的 簡單做一點點小科普 其實蛋糕濾杯是卡莉塔設計的濾杯 看得出來它外觀上面 它裡面是沒有熱骨的 跟一般 V60 或是一般的 陶瓷濾杯是不一樣的 它裡面是沒有熱骨 那它的排氣靠什麼呢 就看這個 靠這個 蛋糕濾紙 或者叫波浪濾紙 因為看起來很像那個杯子蛋糕的蛋糕紙 所以台灣我們都喜歡叫它 蛋糕濾杯 那它其實叫WAVE 就是波浪濾杯 OK 就利用這個 波浪濾紙放進去以後可以看到 它看起來是不是非常非常多深深的溝槽 這溝槽其實就跟陶瓷濾杯的熱骨是一樣的作用 可以讓你有排氣的功能 然後可以讓你的流速變得很快 所以其實蛋糕濾杯的流速一點都不慢 一點都不慢 而且因為它的熱骨非常的深 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它的排氣狀況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很均勻 所以蛋糕濾杯是很好用的濾杯 台灣可能比較少用 但是如果你去澳洲 或是美國 我其實很多金米咖啡店 他們都很愛用蛋糕濾杯 一來它均勻 比較符合他們的風味的審美 我覺得他們喜歡比較均勻的風味 二來呢 其實它的失誤率真的是很低 比錐形濾杯簡單很多 所以這幾個優點呢 都算是蛋糕獨有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玩一下蛋糕濾杯 來享受一下這個蛋糕濾杯的特色 好 那今天呢 在沖煮之前呢 學長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手法 它的核心訴求 它的要注意的事項就是 因為呢 這個手法呢 我們會從甜度下手 我們中間會有一大段都是做甜的部分 所以呢 你的研磨度呢 就要以甜為思考來做調整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我今天用栗子供 我待會用栗子供來做測試 假設像學長我用12 12 然後我待會這個手法的時候 如果你發覺說 它中間會有一塊是專門在做甜的部分 如果你覺得今天入口的感覺 甜不是你的主要 而是酸 就代表說你的研磨度 太粗了 所以你要調細一個 好 那但是如果你喝下去覺得 甜不是你的主要味道 而是口感 就是所謂的Body 就是口感太厚實了 主要味道在口感的上面 那你要把你的研磨度調粗一點點 OK 所以呢 這個邏輯就比較特殊一點 我們先固定好你的沖煮的方案 然後再微調你的研磨度 調到你真的覺得中間那一塊 最主要味道是甜 那你這個研磨度跟你的手法就對上號了 這樣聽得懂得好 所以各位 如果你第一次吃的時候沒有很甜的話 記得調整一下研磨度 這個手法搭配蛋糕麗杯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容易成功的 那麼就準備開始來沖煮了 那首先先把蛋糕紙放到濾杯裡面 那如果你剛開始放的時候 它有一點點喜歡彈起來沒有關係 因為蛋糕紙它很有彈性 你待會粉倒下去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這個彈起來的問題了 那學長順便跟大家提醒大家一下 蛋糕紙它是比較需要保養的 就是你盡量要把它放在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盡量不要去讓它被壓扁 或者是撞到 因為它濾紙的形狀就代表它排氣的狀況 所以保持濾紙的完整性是很重要的 像學長就有一個這個專用的蛋糕濾紙的 小布包就很可愛 然後濾紙放在裡面就非常的安全 OK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準備好以後 那我們來磨豆子 那我今天用的是栗子Go這個磨豆機 然後我用的是20克 然後研磨度呢我用12 磨下去 豆子磨好了 好 你看它平常就是這樣會有點彈起來 但是我的粉一下去呢 它就會浮貼我的濾杯了 好 這樣 這樣就浮貼濾杯了 然後我們一樣稍微拍把它開瓶 好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待會兒沖煮的數據呢 是50 250 前面的50呢 我們是悶蒸加做一點點的酸質 中間200呢 我們是用來做甜質 最後50呢是補一點點的口感 讓整體喝起來呢不要只有甜 所以沖法上面非常的簡單 那水溫的部分呢 可以拉高一點點 所以我今天用的是95度 拉到一點點 可以讓你的甜質的表現呢 更容易表現出來 好 我們先做悶蒸 悶蒸的部分呢 內外圈平均就可以了 一般來說我們錐形濾杯 我會跟大家講說 我們內圈跟外圈 中間要多一點點 但是在蛋糕濾杯的情況之下 內圈跟外圈呢 的給水一樣多就好了 所以你正中間 不用停留特別長的時間 就差不多就好了 中間給多少 外圈的給多少 中間停留3秒 外圈也停留3秒 這樣盡量它內外圈平均其實是比較合的 然後蛋糕濾杯如果你覺得它沒有膨脹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它的中間呢不是粉 就不是特別多 所以它的排氣是正常 整體往上排 不一定會整個膨起來 所以沒有關係 不用以錐形濾杯的角度來看它 那悶蒸時間呢可以稍微拉長一點點 我錐形濾杯一般是30秒 那蛋糕濾杯呢 我會做45秒的悶蒸 讓整個香氣再補強一點點 因為蛋糕濾杯的強項呢 就不是在香氣上 所以我們悶蒸時間 拉長一點點可以有助於它的香氣 好第二段呢 我們給200cc 我們用中小水 順順的內外繞圈就好了 好中小水 好順順的 就內外平均就好 其實蛋糕濾杯這個濾杯呢 特色就是平均 那給到濾紙上也沒有關係 就是平均的內外圈給水 那我們要大量利用浸泡這樣的手法 讓我們的填感都被泡出來 所以不用緊張說 這樣子會不會苦澀 不會哦 不要緊張 因為蛋糕濾杯的流速呢 非常的好 你在正常順順給水的情況之下 它的流出來的速度其實一點都不慢了 好 好給到250cc 內外圈均勻給水 可以看到其實學長我在繞的時候呢 我也沒有非常仔細說 哪邊要繞多少 其實我就順順的給 這也是它防呆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就是它其實不太容易失誤的 OK 然後全部流完的時候呢 我們最後再給50cc的水 好最後給50cc 好 一樣 內外圈均勻的給 好這根水可以稍微大一點點 讓它快速的稍微往上淹 好50cc的水 好那我們待會來看一下時間 其實時間 我用這種手法呢 我們整體時間都可以控制到2分半以內就會流完了 2分28 29就流完了 就非常的速度非常的好 好 那我們可以來試喝一下 入口呢有少許的果酸 然後呢大量的甜質 是感覺很綿長的 最後一點點的巴黎 就是我們跟我們剛才沖煮的比例呢 是很正相關的 那這個手法呢 其實真的是很簡單啦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給水本身就是 霧球均勻就好 內外圈給水差不多多 然後你的給水水油大小呢 就均勻一點 不要忽大忽小 基本上搭配蛋糕濾杯的設計呢 你就可以沖得蠻均勻的 特別要注意一點 就是剛才學長跟你講的 如果你第一次沖 因為你的研磨度 你平常跟錐形濾杯會有不太一樣 所以你在思考這個蛋糕濾杯的時候 建議啦 就是你的研磨度要稍微測個一兩次 如果你喝下去的時候 覺得甜度的部分呢 沒有很足是比較偏酸的 建議你磨細一格慢慢試 試到你覺得主要的味道在甜的部分的時候 基本上這研磨度就是你需要的 OK 所以這個部分請大家一定要思考一下 去測試一下下 因為它的邏輯就跟錐形濾杯 平常學長跟大家討論的是不太一樣的一個邏輯 那如果各位 我還記得幾年前的一個美國 衝組冠軍 他其實他用蛋糕濾杯比賽 他也是衝到濾紙邊邊 那個時候就很多人詢問這個問題 那學長回答就告訴你說 當我們今天 我的濾杯的水已經呈現一個浸泡狀態 就是水已經高於我的咖啡粉的粉面的時候 這個時候水壓力已經會壓住我的濾紙了 會往外側壓 所以這時候就算我給在粉面上 或是給在我的濾紙上面 其實他還是會經過我的咖啡粉以後才下去 他並不會從邊邊下去的 他還是會經過我的咖啡粉 因為我的咖啡粉的壓力已經往外擴散 已經壓到頂到我的咖啡上面 有沒有內側還是外側 其實影響並不是非常的大 也不用覺得說一定要給到外側 就一定味道會不好 其實真的影響很小 非常非常的小 他跟錐形濾紙比較不一樣 錐形濾杯比較不一樣 蛋糕濾杯說實在的 他真的是很防呆 如果各位有所疑慮的話 我也可以找美國冠軍的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我就把它放在資訊欄裡面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去了解一下 確實他也是衝到外圍 也沒有怎麼樣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說到這邊為止了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